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国会的动乱 很多人都想把它拿来跟太阳花来比 太阳花发生的时候 我刚刚离开内政部 其实我是蛮有感触的 我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法治 法治的代表是谁 法治的代表就是警察 我记得过去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民进党一直希望我们对 叫做集会游行法松绑 其实已经松绑到不能再松了 以前集会游行法是要核准 你才可以去集会游行 后来已经改成报备 你只要报备就可以了 你游行完以后 照会我一声说我游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当初我们就跟这些年轻朋友讲 集会游行法告诉你 你可以在街上游行 什么时候告诉你 你可以进到立法院 什么时候告诉你 你可以进到行政院 那假如你们可以借着游行之名 进到立法院 那我也可以到你家去 那你可不可以允许我们这些人 到你家去坐一坐 然后你不会有意见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关键就是当警察没有办法 执法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你今天当然我是觉得 每件事情都会留下痕迹 太阳花过去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人来谈 这件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 其实我必须以我过去 对警察的了解 对我们这个集会游行法的了解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今天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今天美国的这个国会 在半天之内他就弥平了 因为警察执行的公权力 把这些人赶出国会 所以假如你可以想象 假如美国的警察 跟我们台湾的警察一样 那美国的国会 再继续被占领一个礼拜 你觉得今天美国 是什么样的状况 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警察执行 执法变成一个勇士 结果我们的警察执法变成 好像变成罪犯 还有人被起诉了 然后更离谱的是 那这些带头的人 不管他叫做革命先烈也好 他叫做什么领袖也好 居然法院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了 那这件事情不是说太阳花雪运 今天我觉得我最大的困扰是 台湾只要政治正确 你做任何事情都对 你只要政治不正确 你做任何事情都错 这就是我们在忧心的 年轻人的价值观是错乱的 然后我更忧心的是 我们的警察不知道怎么样来执法 那当一个警察不能执法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会被保护吗 我记得太阳花 那时候我刚从内政部下来 他们都对内政部有很多意见 这些年轻的这些社运领袖 都觉得说我们是警察之暴力 他们就有一天透过一个学生问我说 我愿不愿意见他们 我说没有问题欢迎你们来 就知道我台大办公室来了大概二十个 来二十个坐了一屋子 然后我开中名就问他 我说我知道你们很不满意 那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在不满意什么 就没有人答得出来 我说你们不知道不满意什么 你们这样子弄得让大家觉得台湾政局不安定 结果外商不敢进来投资 台商也不敢回来 经济怎么会好呢 那经济不好你们的薪水怎么会提高呢 第二句话我问他们说 你们哪一个以后要选立法委员 你们哪一个以后要选要选举 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说那一些人 我说子民那一些人 我说那一些人是有政治目的的 结果你们跟人家在那边瞎起哄 结果他们去当官了 他们去当立委了 然后你把自己弄得这么有名 你现在非常有名 以后你毕了业去找工作 我请问你哪个老板敢用你 我请问你哪个老板敢用你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回去想想我讲的话 你们回去想清楚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再来跟我谈 我非常乐意跟你们谈 结果他们就回去了 然后过了不久 透过跟我联络的学生跟我讲说 他们好久没有被人家这样骂过了 但是被骂得很爽 我就告诉他 其实一个民主国 民主国家 我们今天太阳化已经过去了 事实上伤害已经造成了 为什么RCEP签的约 我们也没有在里面 因为你ECFA没有签嘛 所以今天我们服帽货帽 这个东西没签 跟大陆的关系越搞越僵 我们整个国际几乎走不过去 然后看到美国的国会 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不希望在台湾再发生了 但是我们也急着必须要建立 我们台湾治安人员的一定的 authority 假如他们这些人的权威没有被建立起来 假如警察面对 面对这种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不敢执行他的公权力 其实最后受伤最严重的是什么 最后受伤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自己 民主什么叫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真替就是什么 就是法治 法治执法人员一定要有能力执行公权力 很多朋友都在美国待过 都在欧洲待过 你在美国在欧洲 你敢公开挑衅警察吗 你试试看 不是说他们警察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他在执行国家赋予他的权力 当然又执行偏差了 我们看到那位Floid 好像叫Floid 当然被警察abuse死掉了 当然不排除有执法过当 这个是必须要被检讨的 但是警察的合法合理的 这个维持治安的手段是必须要有的 他们的权威是必须要被建立的 不然受害的就会是你我 所以我是觉得很遗憾 这个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很遗憾在台湾曾经发生过 这样的一个运动 今天在指责说谁是不是暴徒 我觉得必须要检讨 我们必须要来面对 我们可以不针对人 但是我们可以针对事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在说 哪一个人是暴徒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我们要好好的检讨说 万一在发生一个类似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的标准座位程序是什么 假如警察看到说他以前的同事 他的长官因为这件事情丢官了 被起诉了 发现说带头的这些人居然没事 那我请住你 他下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 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挺身而出吗 他不会的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 可是受害最严重的是谁 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已经在承受 这一个学运所带来的 很多很多的苦果了 我觉得我们希望它不要再发生 但是我们真的要 我们可以不对人 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事 把整件事情弄清楚 告诉我们的执法人员 他应该要怎么做 事实上我们的警察在执行的时候 有他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的 在这个标准作业程序里面 他所做的所有的动作 都应该要被尊重 都应该要被保护 都应该要被法律授予他 这样的权限 所以我们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 好好面对这件事情 把这个所谓的学运 也该盖棺论定的 我们必须要把它做一个结论 重点不竟然是指责某个个人 而是要谈我们台湾的法治精神 我是李鸿源 假如你喜欢我刚刚讲的话 请你按个赞 然后我们下回CTI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